镜头转到高雄市议会来看看开会的情形 高雄市长陈菊今天是带领着相关团队 在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为的是希望市议会能够支持市府编列的预算 来支付男子污水厂的委托处理费 目前市府的态度是倾向于不打官司 转而要和厂商进行协调 不过由于双方还没有任何的共识 这也引发了议员对于是否要新送的两派意见 肃请撤销男子污水下水道系统BOT案 仲裁判断等后续相关事项办理情形专案报告开始 市长陈菊亲上火线 那我们也召集高雄市政府主计财政法制 振锋等单位我们召开工作小组的会议研商 同时我们跟立山林公司协商五次相关的协商的结果 包括委托处理费的调价 立山林回馈地方方案等等 关键的委托处理费和厂商该怎么调 雪莉局长报告紧度 召开五次小组会议 并且与立山林公司进行五次协商修业的会议 本主希望将机电设备重置由三次 一百改为一次六十 营营期间可以节省16.4亿元 那立山林仅愿意营营期间节省4.5亿元 说明预定协调内容 要不要继续走法律途径 议事听理议员们的意见立刻分成两派 要做政权生肖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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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到了仲裁之后全面的棄手 到了法院也是同样的以这种态度 你这个居心可疑 到底我们像这样的合约 我们针对合约这样子对我们的诉讼 我们会不会赢你说说看 他没有违约或者明显的违约 他依照合约执行 在这方面我们就 在这方面我们就不容易 面对这种的关系 如果以我做历史 我会把我的董事人建议 不要怕这个关系 协商修约调降费率内容 还没有完全和厂商谈妥 也让部分议员表达无法接受 对于编列预算支付委托处理费 仍持意见保留 港独新欧委员王笑语采访报导 明镜答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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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